足坛这一夜进行了不少精彩的比赛 在西甲赛场 超级大黑马赫罗纳客场挑战 垫底对阿尔梅里亚 本来这是赫罗纳继续拿分的好机会 但是赫罗纳却搞砸了 只拿到一场平局 这场比赛赫罗纳毫无状态 被完全压制 整场下来 赫罗纳竟然只有五次射门 一次射政 没能进球 而且还被罚下了一人 多夫比克和斯图亚尼 这两名本赛季非常出色的射手 在这场比赛都彻底牙火了 连一次射门都没有 让人不敢相信 阿尔梅里亚全场疯狂射门二十次 却始终无法攻破赫罗纳的大门 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 对于赫罗纳来说 在一场踢得如此被动的比赛 没有输掉 算是运气不错了 虽然赫罗纳丢掉了两分 但是 凭借拿到的这一分 赫罗纳暂时以四十九分超越了黄马 登上了榜首位置 不过 赫罗纳比黄马多赛一场 黄马目前还是掌握主动权的 黄马没能踢连赛 是因为在踢西班牙超级杯的比赛 这一夜黄马迎来超级杯决赛 和巴萨的比赛 这场比赛 黄马踢出非常漂亮的进攻 强势击败巴萨夺得冠军 黄马的开局非常出色 维尼修斯早早获得单刀机会 过掉门将把球打进 之后罗德里哥助攻维尼修斯再进一球 巴萨三分钟内连丢两球 防守糟糕透顶 此时比赛只踢了十分钟 巴萨就两球落后了 真是难以置信 落后的巴萨加强攻势 费兰比托雷斯连续获得好机会 但是一次都没有打进 莱万多夫斯基随后的一脚凌空射门打进 为巴萨扳回一球 但是巴萨糟糕的防守 还是一次又一次被打爆 阿劳霍犯规送点 维尼修斯点球命中完成帽子戏法 下半场罗德里哥也收获进球 这例进球也杀死了比赛悬念 巴萨被完全踢爆了 这样的防守是巴萨本赛季的缩影 只是这次被爆得比较彻底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4比1 黄马强势击败巴萨 夺得西班牙超级杯的冠军 哈维本赛季有种有心无力的感觉 他的帅位岌岌可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